特大哥潘爸爸是這個生了三個小孩 可是很奇怪的是只有女兒是在美國生的 其他兩個都是回台灣生的 造成了家庭的不和諧 因為這部戲跟三年戲的主角有臉壯到 不是很嚴肅的 我出門到尾是臉臭臭的 你也是 所以不是的 微笑應該找你去演那個男主角 文化就讓我女兒做好 因為我不能笑太多 好剛才講到六月姐在這個三年職位裡面 就是家裡第一個小孩 但是你是在美國生的 所以從小就是小留學生 跟家人都沒有相處 他們應該就是到了美國 然後把我生下來之後 然後他們回到台北 然後突然間爸爸出了車禍 沒有辦法 劇本是這樣寫的 然後沒有辦法再把我帶回來 然後他們就生了兩個弟弟 然後我就只有每年過年的時候才回來 所以跟家庭的關係是很疏遠很淡保的 對 然後在戲裡面其實 我的個性跟大弟 我們兩個的個性比較是現實生活中 比較有可能會有的人 就是我比較女生的強勢 然後有些女生其實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在家裡面 顛不疼娘不愛 可是因為你的角色是因為不住在台灣的關係 所以跟家裡沒有親密的一些接觸 這真的是爸爸媽媽並不愛你嗎 其實是愛的 就是因為自己不曉得有所怨對 所以就覺得其實很多女生很多 家裡面的小孩會是這樣想說 我以為爸爸媽媽不愛他 其實爸爸媽媽是愛的 只是說方式不一樣 對 只是沒有用你想要的方式去愛而已 而且我們對六月節的這個印象就是 其實平常不管是主持綜藝節目 都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可是這部戲裡面 聽說你也是要板著一張臉孔 常常都是很不開心很憂鬱的 為什麼咧 對著老公是啦 所以老公會不小心劈腿 連對老公你都沒有辦法露出開心的笑容 比較強勢會碎碎唸 對 不像媽媽 媽媽對爸爸就有比較 爸爸對媽媽有很溫柔的地方 對 所以在這裡面是演一個很強勢的新時代女性 但是家裡面還有兩個弟弟 那夾在中間的大弟其實就有一點 就像剛剛片花裡面講的 爹不疼 爹不疼 娘不愛 都是這樣 老大比較受寵 老妖 哎呦沒關係 老妖已經過來 對 老妖過來 老妖最受家裡面的疼愛 然後二弟就有點可憐 好 對 然後在家裡面跟在 戲裡希望我都跟張淑豪比較愛鬥嘴 跟他就有點疼愛他 黃遠 黃遠赤眼的小弟 欸 你在裡面有談了一場姐弟戀欸 女朋友就在你的旁邊 你好 都已經有小孩了 孩子是這樣子而已啊 還沒生 還沒生 來 黃遠 跟大家打聲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黃遠 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在這部戲裡面的角色好不好 剛才六一姐說 你是一個比較不像現實 生活裡面會出現的人 對 就是一個 大學四年級的一個美術系的學生 這樣子 然後 就是畫風都是比較偏那種印象派 嗯 嗯 我讓我來講嘛 爸爸看不下去了啦 爸爸生氣了啦 我有三個小孩 這是我大女兒在國外受教裡 這是我小兒子 幼稚 但是愛上一個年紀比較大七歲的女生 我一直很喜歡這女生 想把她當女兒 結果她把她弄成大肚子 我心裡面很不甘心 你喜歡她 把她當女兒啦 我喜歡她 喔 高高女兒 就是我一直把她當女兒一樣 結果她把她肚子弄大了 我心裡面就非常的生氣 然後那種想接受 又很不甘心那種感覺 這個是我大兒子 張樹娃的馬子 然後呢 你就沒有那麼喜歡她了是不是 不是 在一起十年 可是呢 一直沒有想要結婚 然後媽媽呢 柯姐今天沒來 所以我們整個家庭的成績是這樣 然後劇情上面的電話多端 跟那個福士德不太一樣 欸 你一直有針對福士德的感覺 有 張里昂 我們的嚴肅是帶親切 你們的嚴肅是用那個 GAME出來的 所以 我們大家拼拼看吧 我拼拼看 不過說賀大哥 我剛剛我看看片花裡面 其實賀大哥的演技 是會讓大家想到家裡的爸爸一樣 就是你是有一點點傳統的爸爸 其實我很生氣一點 我很認真在演身體 為什麼你們都想笑 沒有喔 不會那麼好笑嗎 但看到你就是覺得像是看到家裡的爸爸很親切耶 喔 這樣也好啊 好 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大地罵髒話 大家都覺得你怎麼可以罵髒話 只要爸爸罵髒話 大家都笑得好開心喔 所以只要有柯大哥在的時候 你去演福士的那個整劇 就你知道 海撩撩了 沒有辦法不敢找我耶 沒有辦法找你 好 這就是我們這個 TVBS的酸甜之味 我們的重量級的幾位演員 是